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很多人来说 买屋置业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务决定 因此市民在有意置业的时候 对于物业进行检验 亦是不可划决的抑郭 从而确认心仪的物业是真正的安乐 在今天的消费点滴 我会请你注册验屋师 我们详细讲解一下验屋服务的流程 和应该注意的事项 注册验屋师郑策表示 碑茨省在2009年成为全国第一个 实施验屋师需要持有牌照的省份 所有本地验屋师都必须 获得碑茨省消费者保障协会认证 发出牌照才能够执业 并且可以加入四个专业协会 验屋师会检查屋房和安全隐患 符合甚至超出政府部门的要求 一般而言 验屋服务包含买卖前验屋 入住新屋检查 以及独立屋 城市屋 以及柏民等不同类型房屋检查 他提醒 檢验范围可能会因应不同的验屋师 和客人要求而议 但最好涵角以下八个范围 那我们本身就是说是以ASDDBC为基础的 那这个我们这个协会的话呢 就是说基本上包括就是说像 Roofing Exterior Structure 然后是说 Heating Heating 然后 and cooling 这算是一个 然后是 Insulation Ventilation Interior Electric Plumbing 徹底的柏民检查通常需要2至4个小时 似乎免职而定 独立屋更加可能需要一整日 在贝斯省 一般柏民的厌屋费 介乎于300至600元之间 如果房屋状态较为复杂 或者涵盖范围较多 费用亦都会随之增加 是其实那个什么 我们的收费是按照 每500尺或者1000尺这么来收费 就是然后它会有额外的一些 就是features 比方说它有rental suite 或者是说它有cross base 然后的话那个 或者是说它的房龄超过50年 这个都需要另外的收费 屋主住了很长时间以后 它毕竟会做很多的改动 那那个什么就是说 你要从里面找出它的问题的话 其实会更花时间 包括写报告也会花更多的时间 他又重申 而牧师的工作是找出房屋问题 事后的维修问题 应该寻求专业人士协助 而今年的检验报告不单只数码化 更加富有360度的环境照片 他们可能这边确认了贷款可以 贷得下来 然后我们才去进行验房 然后尽可能是说在当天或者是在第二天 就会发一份deficiency list 也就是问题列表给客人 这样的话呢 那个什么就是客人大概就会清楚 这个房子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哪些 然后呢再会隔可能两天左右吧 然后再会把一份full report 发给客人 而随着房地产次业 很多买家都为了给自己的竞价更有吸引力 而选择放弃燕屋条件 政策重申 放弃燕屋会令到交易不透明 有可能会得不诚实 由加拿大、亚省和安省专业燕屋司协会 以及多间燕屋公司 全体组成的加拿大燕屋司保护消费者联盟 在上个月亦都呼吁买家要保留自己的权利 在交易的时候要附加燕屋条件 以避免承受巨大的经济风险 即使是买一件的衣服 我们都会一试再试 已确定是不是舒适 更加何况是购买的房屋 就应该更加审慎地作出决定 今天的消费点滴就说到这里